从七周去第一次B超开始,刚开始是粉红色水量分泌物,医生给我开了保胎灵,说让我卧床休息,随后就一直是褐色水量分泌物。 回家后刚开始还卧床休息了几天,发现没什么用,还是和之前一样,但也没有出过鲜血和腹痛的情况。 看了很多帖子,很多人说出现这种情况就胎停了,还担心了一段时间,再加上那时候快过年了,也没有去检查了,想着顺其自然吧,除了每天坚持吃叶酸外,保胎灵都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吃,也没有卧床休息,还同房了几次。 到过年的时候,鹤鹤分泌物还是没断过,因为怕家人担心,也没和家人说,每天还跟着他们到亲戚家去办演,反正各种折腾,一直到出把才回来。 初十的时候,想着,已有十二周了,还是去检查看看吧。 他帮医胎停了,留久了对身体不好,一打早就和老公来了,你们也是星期天,也没什么人,所以B超很快就到我了,一躺上去就各种紧张,一直在问医生看得到吗? 医生说,可以看到啊,挺好的,顿时松了一口气,拿到B超结果。 看到不是子宫内出血,我就怀疑是不是宫颈出血,因为我之前好像在哪里看到有人说过,也是怀孕出血,去检查说是宫颈出血。 所以我就让医生帮我看一下宫颈,医生一打开音道,就说我宫颈迷乱很严重,有很多褐色分泌物在里面,还有很大的异味。 他帮我洗了一下,说我宫颈迷乱这么严重,怕有宫颈癌,还帮我做了宫颈刮片,当时听到宫颈癌,都懵了,然后医生让我老公去交费,坏见了一大堆,然后就叫我们过两天来拿结果,回家简直是各种担心,家人问检查结果怎么样,也不敢说宫颈癌的事, 只敢告诉他们B抄结果很好,符合运周,但是回家后就一直没留过褐色分泌物了,也没什么意味了,只是分泌物特别多,内户一下就湿了,我就安慰自己,肯定没有宫颈癌,肯定是有点阴道眼,肯定是医生吓唬我的,我还这么年轻,怎么会有宫颈癌呢? 终于饶到昨天下午拿结果了,吃完中饭就和老公去,拿到结果后,看到只是有炎症的时候,两个人都松了一口气,然后又好去找医生,医生说给我开点药回家洗,开了一周的药,让我一周后去复查,说了这么多,就是想告诉所有在怀孕期间,有褐色分泌物的姐妹们, 如果卧床休息了还一直有的话,就去检查一下宫颈,一般没那么容易流产和胎停的,我阴道眼这么严重,可能是因为我之前采过一个死胎,那时去复查室,医生就跟我说有点阴道眼,让我用药,用完药去复查,那时候想着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,用完药后也就没管他了,可能也就是因为我之前阴道眼没好, 所以怀孕后就更严重了,昨天回家就拿之前的白带坏件单和昨天的结果对比了,确实是,和之前的结果一样,就是更严重了,白细胞比之前多了两个家,清洁度也是从二变成了四,最后祝愿所有的宝妈们都能如愿生下健康宝宝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